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13号选完14号就抵达台湾这么火速这过去不曾见过 而且过去大概就是AIT代表主席理事主席来台湾 大概就可以了 可是这一次是理事主席在邀请的是最熟悉台湾问题的两位前官员 一位是民主长的斯坦伯格 另外一位呢是共和党的海德利 那表示说我这个是跨党派的 那第二个不寻常的部分呢就是在1月12号所举行的 1月11号所举行的背景简报会 它虽然不具名 就我们在台湾的媒体看到都是不具名的官员 但其实它是就是官员对着所有的媒体 不具名的简报会 所以它等于是一种公开的方式 所以这里面呢没有任何的这种做文章的那个可能性 各家报道的内容其实都差不了太多 好这个不具名官员的背景简报会的内容也很重要 除了要告诉大家说呢 他们要派一个高阶的代表团之外 然后特别强调说呢 他们不支持独立啦 然后这个一个中国三公报 然后六项保证啦 除了这些事情之外呢 特别强调两岸的最终解决方案 必须是两岸人民都能接受的方案 而且他们强调说呢 只要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分歧 我们对最终解决方案不持立场 这呼应的是 因为美国学界现在冒出了一种声音 从去年的习拜会之后呢 冒出了一种声音就是 要停止 就美华府必须要停止鼓励一中一台 事实上我们之前提过 美国的政策用切香肠的方式 然后呢去掏空了一个中国政策的内涵 然后逐步的走向一中一台 那么美国现在有学者认为 要重回到实质的一个中国政策 而不是飘向一中一台 白宫是否已经走向这个转变 我们现在不确知 或者他只是做作姿态 我们现在还要在观察当中 那么另外一个不寻常是 在选前 因为中共联络部主任 中共中央联络部主任 刘建超到美国去访问 那么美国呢 在背景简报会宣布说 要特使团来台湾之前 刻意的先让外界知道说 刘建超已经跟美国副国安顾问 费纳会谈 言下之意就是 我们要派代表团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让中国大陆知道了 这种种的不寻常 你如何解读 我觉得今天今天他们要跟赖金德闭门会 我认为赖金德会承受到非常清楚 而且非常强大的美方的压力 我说我既然是压力就表示 就是说美方会所提提出来的 他会非常的简单清楚 就就是就是不模糊的 告诉赖金德就说我希望你怎么做 嗯 而 他之所以会是压力原因 就是说美方提的是赖金德不会做的 怎么说或者赖金德不想做的 嗯 因为赖金德他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识 对那当然 在不接受九二共识的情况下面 两岸之之间你起码放眼未来四年 因为因为九二共识变成是一个没办法处理的问题了 就是因为大陆方面已经透过领导人的在在最重要的 在十九大的这些都已经是都已经是公开的政治表达 而且都放进了党跟国国家的这个重要的重要的这文献记录里面 那他没办法动 那通关密语 选选前的也在讲 可是赖金德不可能 嗯 那不可能的情况下面 未来四年两岸之间难道只有倒退 没有没有任何的可以去去风险的机制吗 那倒过来讲可能就就是回到选前的时候 选前的时候葛来仪呢 那他们三位学者所发表的那篇的我文章 那篇的文章不会是空空学来来风浪 对 那篇的文章就就是在建议民进党冻结台独党纲 嗯 我认为冻结台独党纲 可以替代不表达九二共识的效果 或者是不表达两岸一家庆的效果 嗯 就就是你你你不接受九二共识你有面子问题好 但是如果你冻结台独党纲或者表达某种类似的 这种的态态度的话 他能不能够倒过来 让两岸之之间在没有九二共识的情况下面 但是不会呢阻碍两岸之间的在民进党执政 赖清德执政之下的交流 嗯 也不会给两岸之间带来风险 也给拜登带来风险 这个呢可能是美国的代表团呢 要做的 嗯 那美国代表团这一次 很急的来 嗯 我我认为那也是一种的姿态啦 就就是因为他们也不知道 就是说选完了之后马上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也担心 也担心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什么事 换成他们的行李都已经打打包好在那地方等 就是一选完了之后就出发 那除了出发了之后呢 希望希望他最少要向国际社会 那个是一个表表演 我觉得他是个表演 他在让国际社会 有种印象就是我已经很努力了 你觉得只是表演而已吗 呃 当然他不会只是表演 因为表演可以给国际社会形成一种的舆论印象 可是他是满足不了北京的 北北京不会只看你表演 那当然 所以所以重点中就是 是北京如何去解读 这个代代表团 这个代表团要表达什么 虽然是闭门会 但是之后一定会有消息出来 就就是因此我们现在重点不在于这个代表团来 或者今天会有闭门会 而是闭门会之后 要释放出来的消息是什么 是他们和赖清德谈的怎么样 他们给赖清德的information 给赖清德的指示是什么 而赖清德的回应又是什么 那这才是今天之后的这一两天的重点消息一定会会外流的 一会告诉你就这个代表团的要要说些什么 好那当然现在的 美美方的美方所表现出来的急切的态度 他不是只有代表团他要让国际社会知道台湾仍然是我在handle的 我可以派在代表团北京没有办法 我可以有双航母但是在解放军都没动作 所以在选完之后到现在为止36小时的时间里面所有的动作都是美美方做的 对全部都所有的所有的讲讲话也几乎呢都都是以美方为主key 但我们稍微谈一下呢大大陆为什么相对的低调 但但是当美方的在让全世界知道就是说台湾仍然是我hold住的 是我在在在管管管控的那他也不愿意创造那种就中美共共管的那个味道 就是美方在掌控这件事情这个是呢给国际社会的一个普遍的讯息 不只是呢代表团的两两个的老官员来同时的双航母呢也摆在外头就就战斗位位置 双航母摆下来是一个标标准的一个对台湾对对对台湾的一个变化可能性 对就是可能的风险的军事的因应态度就双航母摆在那地方 以美国现阶段来来讲要摆双航母并不是这么容易啊 因为中东是有事的 所以他大量的军力都都都都摆在那个地方 胡塞组织偶尔还会挑衅的行动 可是卡尔文我文森号呢从从印度洋进来了之后 在在新加坡呢整补整补完了之后呢北上到到南海的时候呢大家都以为呢他要是他要去帮菲律宾撑腰的他没有 他没有在菲律宾的这些的巡异活动里面出出现相反的卡尔文森号就穿过了第一岛链之后呢就到了台湾的东侧海域 我们之前有稍微解释过台湾东侧海域距离官岛2500公里的这个水域这个水域呢是下一场的世界大战如果会发生的大规模的海战都都会在在这个地方 所以双航母包括整补了非常久的里根号的航母战斗群也慢慢的往往往移动摆在这儿就是压阵 那这个压阵我们说的美国要为事的时候一定是双航母 那不管在中东也好在这地方的都都一样好但是呢美方无非就是希望 透过这种的摆政的方式呢去争取政治处理的空间 美方需要政治处理的空间因为真正的重点呢反正选举就就选完了嘛 选完了大家也没有意义也也没有说验票也没有也没有说不公平反正的这选举的结果因为三组候选人反而比较简单 三三组候候选人呢而且呢选票的差距呢各个10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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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这么简单 你看完了之后你要你也没悬念了剩下都台湾自自己的内部口口水可对美国来讲你你你选完我还没选啊 所以接下去的美方的所有的操作的重重点基本上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拜登要胜选你赖清德胜选恭喜你 可是我拜登要胜选对拜登来来讲最糟糕的就是赖清德赢了可是我拜登输了这个是我们之前有分析过的中美的这场的包头包尾的2024年的两场 选举选举的结果当中对美方来讲最烂的一个就赖清德赢了可是我拜登输了那那我在忙忙什么呢帮你忙了半天最后呢我都我自己一无所获所以如何让拜登甚至甚选是美方的所有的操作的重点 那在这个操作下面美方对于台湾的表述的方式会不会改变就是对于台独的压抑会不会越来越清楚而且行动化这个是观察重点之前我们在讲习拜会因为因为习拜会的那个框架 你看得出来在在在在那个虚传的气球事件之后拜登是拜登是摆出来就是说我好不容易呢又又和习习近平的重新让中美关系回到了一个可运作的平台 那个对拜登来讲是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重新把那个平台我回下来 而且是从去年的三月就是他们定调说那个是一个愚蠢的气球之后美国的所有的官员都不再说台海之间会发生战争了是所有的官员都改口变成台海之间短期之内不会发生战争了所以呢对于美国来讲他如何如何让中美在未来的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维持在一个可运作没有surprise的情况下下面至关重要 但是这不是中美双边的问题而而是赖清德当选了之后会不会呢成为美国眼中的黑天鹅好这就是呢 其实从拜登啊因为你就那个与异之间的那个对话来讲 总统先生你对于台湾的选举结果有什么看法嗯你好歹回头讲一下说我们尊重这个台湾人民的选择啦吧吧吧对不对好不是他第一句话就说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嗯他反映的是他内心的急迫嗯他那个急迫是他知道台湾如果独立这件事情可能引发的战争冲突而会导致他自己选举上面的最大危机嗯所以他是从自己的选举的结果的情况去回头去看说他现在要压抑的就是赖清德任何台湾独立的这些相关的举动嗯 所以我们可以预料的到到年底他的选这个一月十十一月五号选完之前他都会采取最大的力量来压抑赖清德嗯这就是为什么他选后要立刻派代表团来而且呢是马不停蹄的今天就要跟赖清德闭门会谈嗯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一点好那问题是 他压抑赖清德要朝向台湾独立不管是象征性的嗯法理上的是不可能的但就算是象征性的动作他都要压抑赖清德是代表他政策转向了吗嗯我觉得这恐怕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谈到中国大陆的态度当中恐怕最不确定性的一部分嗯因为中国大陆的冷静从我的角度来看 其实就是等着看你美国出手嗯你如果继续的鼓动一中一台的话那他的情况会不一样嗯但如果你真的能够回到实质的一个中国的话那中美之间至少今年之内保持和谐嗯因为毕竟川普的不可预测性更高嗯所以让拜登连任不见得不符合北京的利益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是 拜登急迫的事情可是问题关键来了他真的能够说服赖清德 冻结台独党纲吗嗯我们从赖清德的个性来看他不会答应的对那如果他不会答应冻结党纲 他失去了通关密码两岸之间无法对话那这一次的代表团他能够让赖清德用什么样子的象征性动作嗯给予北京适当的保护 因为在格莱伊堂那一篇文章当中谈的其实就是这个嗯就是就是要要备战嗯以及保证嗯而那个保证是要让中国大陆北京嗯觉得放心的你觉得他能够做到什么呢我们我们我们看两件两件事哦就是拜登在台湾选举结结束之后就讲了你那句话就是美国不不知 不支持台独对那美国美国不支持台台独他不是这样给台台湾听的台湾台湾的独派不会相信美国不不支持台湾的独派不会相信的台湾人的投投票行为已经告诉你台湾的独派包括赖清德包括民进党不断的告诉自己的支持者就是美国会挺往美国甚至会出兵 对为台台独而战没错所以这些呢不是讲给台湾听是讲给北北京听的没错那这个是呢这是北京和华盛顿要持续对话交流的通关密语嗯就像两岸之之间北京讲得很清楚两岸之间什么都都都可以谈呢连的12项的石化产产品啊贸易币的都可以谈只要九二共识只要九二共识都好谈 那中美之间的是只要你不支持台独都可以谈可是呢那个是消极条条件九二共识已经成为两岸对话的消极条件我不支持台台独也是中美对话的消极条件积极条件就就是中方现在所要求的是积极条条件积极条件的都是触统嗯都都是那你不支持台台独那请问那你会推动和平统一吗会在所谓的一个中国的概念下面 会落实一个中国的原则一个中国的政策的主主张吗习拜会当中所释放出来的习近平当着拜登的面所讲的那句话那一段话那那段话不必然指只是大陆的媒体在放放消息重点是呢美方并没有否认这件事没错没错而且现在说的话你会发现比较倾向于那一边对美美方没有在没有否认这件事情就是有关于 触统的对话最少在中美的交流当中不是禁忌已经在领导人层次已经上台面了而且美方也不否认这件事情也没有对这件事情有负面的评价并没有说呢我们不讨论没有没有没有类似的表达那第二个就是那接下去美方的这样子一个代表团跟 赖兴德的见面见面了之后呢赖兴德会不会呢接受类似冻结台独党纲的主张我认为赖兴德没有那条件他不会接受的就是因为他是少少少少数他没有那条件 赖兴德他所代表的新潮流他所代表的少数赖兴德应该非常清楚的知道今天他拿到的选票就是台独的基本盘就是台独的基本盘这次呢全部都已经表现都摊在台面上面了非台独的部分我我认为大概都都都离开民进党好那在这种的情况下面 赖兴德知道呢他是台独支持的只是真的是台独的精孙那赖兴德当选他这时候动台台独党纲无异于自觉坟墓没错他可能会用一种的比较迂回的表表达达到一种呢希望能够让美方也也满意但是呢又不至于让自己在520之前就太难堪的地步赖兴德我们之前讲过你你你不管你认不认识 他对对我个人的政治观察来讲他的两个完顾我是很麻烦的一个就是他的政治性格很顽固第2个他的台独立场很很顽固这两个我顽固我我我认为都没有化解的可能性好那第三个呢就是看北京的对于对于今天今天的美方的代表团和赖兴德见面之后所释放出来的讯息我认为北京这两个人 两天的沉默就是好我我这些让你去谈你谈完了之后我看你能谈出什么但是如果你谈完了之后呢所释放出来的调子不符合我北京的期待那我北京再出手所以我们就来看北京的反应其实北京的反应是极为冷静 甚至可以用平淡这两个字来形容 大概就是国台办呢发表了一个声明然后强调说呢赖兴德的当选但并不代表台湾的主流民意 所以呢第一他是少数总统第二呢他在立法院也不是第一大党 嗯这两件事情看起来北京似乎已经找到了自己不需要采取激烈行动的很好的一个理由 嗯所以政治上面我的判断啦好像我到目前为止观察三个方向政治上面先看美国表演嗯美国的表演能不能让北京反这个满意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这牵涉到国际互动啊第二个部分在军事上面我觉得目前是按兵不动嗯但是经贸的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嗯经贸的情况不要讲说说选钱呢包括了柯文哲啦侯友怡啊提出来的不管是CPTPP啦然后RCEP啦哈不太可能嗯不是已经是毫无机会 ECFA应该是确定要断那ECFA断了是不是就是整个经贸彼此之间冷冷处理或者是断了之后的终局呢不因为在去年 当时所发布的这一个有关于贸易壁垒的调查他是在WTO的架构之下其实是可以选择很多的产品采取报复的而不是只是断 ECFA而已嗯因为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员ECFA里头是有法员说嗯如果你没有就是你必须要在签署完了之后呢减少彼此之间的贸易壁垒就你没有做到所以他可以断 ECFA可是呢接下来在你贸易壁垒的本身我算完了之后对我的产品可能产生的影响我可以挑选你的产品嗯那我挑这个产品不限于你禁止的产品哦我挑的产品就对我有利对你不利的呃对对对台湾有利然后对大陆来说不见得那么有利的嗯我就通通给你断掉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嗯 所以我觉得经贸上面会更糟政治上面先观望嗯军事上面先不动而经贸上面会很糟嗯好当然呃大陆方面的沉默就就就是跟这个代表团是有关的就没有错啦就是从从台湾的选举结果来看他终究是呢北京在选前的一系列操作都无效的证明 就是你北京在选前不管你讲话也好啦你才你对于aqfa呢所做的一种的暗示性的表达也也好总而言之这个结果没有因为北京在选前的所有的操作而有任何的改改变没错因为你看选举的结果就就知道这个呢跟选前十天的民调选前一个月的民调三个月的民调半年的民调都一样对没错其实都没有改啊改变换说你北京所做的这些的事情对这场的选举的 基本的结构的表达来讲没有任何的影响那这个是呢北京一定会有点沮丧就就就是他不管怎么做他对于他对台湾内部的政治把板块没有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没有人因为你北京的讲话而变得好像比较serious严的严肃的看待这场的选举可能会存在的风险那个风险没有因为北京的表达而被加权 这个是呢北京一定会会沮丧的所以我说这场选举的结束了之后 呃最困难的会会是北京就是那北京那那我还有什么呢因为老师说你说呢外外交邦邦交国的断断交也断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几个我说在这大部分都都是听美的美国的啦顶顶多剩下一两个可操作的空间筹码也差不多了 经贸也差不多了其实埃克法没有错啊就台湾的经经纪部讲经纪部算是有一点的故意呢故意避重救的救星就是告诉你埃克法断了之后呢其实影响也也没有那么大我坦白讲埃克法断的影响还真的没有这么大单纯就埃克法但是两岸经贸影响是很大的我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就业人员就就就就业市场来讲是有一些影响的 对就说因为你他接下来其实就是属于机械的啦然后纺织的啦这些其实还是会有影响会就是说在关税的优惠上面取消那拿掉了这这些的这些的关税优惠之后这些企业是不是就活活不下去当然也不完全就是在这些企业因为当时当然是除了除了就是说的自通讯产品之外的核心产业了 埃克法里面没有自通讯对就就没有就就没有自通讯啊我刚刚讲的那些其实才是重点他都是他都是属于机械啦纺织啦石化啦好这这这几项呢是主力的产业好但是当我的所有的手段北京在这次的选选举当中不管是口头的表达选前那时候对赖清德的描述对于萧美琴的描述 言辞上面也都已经到极到极致了我说都已经连恬不知支持都已经用了那你还能够说什么所以北京一定会遭遇到一个一个困难就是说我所有非军事的手段也都已经用尽了军事手段表达的强度除了实际上开火以外也都用尽了我都已经压到24海里了 你你台湾方面的也都把一个白个火的火箭了当当导弹也都已经发了警报了就是说能能能能能做的就是对台湾的一些威吓性的动作示好的动作敏台融合示范区对对台湾的片面的让利都已经做了就软硬都不吃那北京能怎么样所以北京在在这些选举完了之后他的沉默一方面是那我还能怎么样呢第二个就是那我就 看你美美国先怎么样毕竟的对北京来讲台湾方面当然我们从台湾的一个主体的这大部分都会把台湾想得非常非常重要觉得觉得台湾的就是就是宇宙的中心宇宙中心但并不是从从北京的角度来来讲我们并不是空空口白话而是从从毛泽东时代以来北京有一个调子是没有变的北京认为中美关系先于两岸关关系关系就是两岸关 关系就是中美关系才是真正的关乎到大国竞争大国战略也关乎到了中国长远的发展就是中国要富强基本的结结构是在中美关系上面而不是在两岸关系上面所以两岸两岸关系不能够呢去去尾巴咬狗的去冲撞就中美关系那中美关系就是习拜会的那个调子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今年一整年其实是希望用中美合作的方式啊 然后大于中美竞争我或者中美斗我我并不认我虽然有习拜会的那个习拜会摆在那边是一个中美好不容易重新的重新调整之后的平衡感对重新接触但是就是因为呢那个平衡感很脆弱 而北京呢在在失去了台湾选举的这一盘之后他会对美方施加非常大的压力压力就是让台湾如何让赖清德如何不至于成为一个挑衅者不至于成为一个黑天鹅去冲撞到中美关关系这个是北京会看着美国做的所以呢不要小看了这个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在跟赖清德谈完了之后 能够释放出什么样的讯息能够释放出什么样的讯息让北让的让让让北京的觉得好那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去在的在往前走这个呢难度是很高的 所以今天的今天的这个代表团和赖清德释放出怎么样的讯息出来了之后赖清德对于美方的违言大意能够掌握几分 然后在除了除了今天的表达之外在520的表达的时候呢也至关重要那在这个表达呢确定之前的时候让拜登觉得我下半年呢选选举活动的正式启动了之后没有后顾之忧 那这个是呢赖清德接下去要承受的压力的全部而中国大陆的反应我觉得其实有几个时间点可以观察 一个是在农历春节之前例行性的喊话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部分当然就是三月份的时候呢两会开会 那个时候的调性也很重要那520呢赖清德就职演说之后到底北京会不会有所反应 我觉得那也是一个观察点可是我基本上觉得在政治上 在今年内其实都好控制但是我觉得经贸上面会一路的急剧下滑 一路的急剧下滑所以我对于政治跟经济是这样分开来看的 就是政治上面之前呢其实我们政经一直是两条腿 这两条腿呢越走越远经济上面很热 然后政治上越来越冷 现在呢政治上会不会更冷也许不会 但经济上面势必要由热转回冷了 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趋势 但是等到美国总统选举之后 中美台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那又是另外一个变数了 因为拜登如果连任成功 假设他连任成功了 那他的第二任考虑点是什么 我们又不知道了 坦白说他会不会继续的希望能够跟习近平合作 又或者是说他还要继续的围堵中国大陆 而围堵的要更紧 或者是说他考虑到我已经第二任了 我没有竞选连任的压力了 我就不需要对中国大陆采取那么严厉的一些做法 然后呢伤害我自己 这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个考量 好但如果是川普当选 那不确定性因素就更高了 因为那对全世界都是一个不确定因素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变数 我比较倾向于美国控管的了赖清德 否则赖清德不会答应 就是要选萧美琴做他的副手 我认为他务实的选择 要跟美国政府低头 但是我觉得变数反而是来自于 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因为当美国政策改变的时候 赖清德会不会暴冲 我们就不确定了 他就比较像是欧亚集团所说的 赖清德会变成美国最危险的盟友 最危险的朋友 因为他不会走最极端的法理态度 可是他就会在象征性的动作 走一下走一下走一下 进而刺激北京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所以我一直觉得今年是OK的 对了他我们我们都还是 但是希望事态能朝着一个稳定可控的方向的在发展 那乐观一点来来讲的比毕竟赖清德的家人 副手都在美国都是美国人吗 我说这个这这一定很重要的 这个呢 这个或许对一般人来来讲 你不太明白 如果你的家家人在美国 如果你的规你的你的副副手是美美国人 看起来这个美美国人的脸 你的你对于对于美国给你的任何的instruction 你的态度一定是不太一样的 更何况还有政治现实上面的问题 所以嗯 美国如果说真的真的能够呢 能够把赖清德给hold住 我们我们的想法就说 两岸之之间还是会有冲突 会有摩擦会有会有downgrade 的这这些的紧张感 甚至于呢 中方的可能会对于一个一个中国的这些呢 这这些的权威感的会显得更急迫 会在国际上面来讲 任何想要去挑战一个中国 任何想要去去呢 以为台湾选举完了之后呢 要进一步跟台湾好像去呢 去打擦边球式的 去挑战一个中国的这些动作 我认为中方的反应都会变得更激烈 但是应该不至于有这些呢 军事方面的风险 而导致台湾的地位的根本的改变 这个呢 可能是是是不会的 因为北京第一个看不出来 第二我说的中美关系 对北京是最重要的 习近平你看得出来 他在习拜会的时候 习近平我们说的习近平在习拜会当中 他花了非常大的功夫 去不是跟拜登 而是向美国社会释放出 中国的新兴态度 以及一个比较柔化的线条 那才是中方真正的战略之所在 那对赖清德对这场的选举的结果 我相信北京 我同意凤心讲的啦 选选前我们当然也跟 跟大陆方面一些呢 设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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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个单位 设台单位人呢 有一些的交换意见 我也跟他们讲 就是说赖清德胜选的机会是很大的 嗯 那弃宝呢 几乎是不太可 可能 所以北京方面 我认为对赖清德的胜选 不是投完票财 知道他他是知道的 他是有有准备的 这个是他的剧本当中来讲 最可能会发生的情况 所以选完了之后 反正北京向来都 都是把基本的动作准备好 然后呢 选完了之后就见招拆招 那每一套的剧本 他都有一个对应的方案 只是我们先看 就是看赖清德胜选之后 因为美方出招是最快的 美方要表现他对台湾问题的主体的地位 同时呢 要表现出他对赖清德是有掌控力的 这是这个代表团真正要表现的 他要让这个世界 让大陆方面知道 放心啦 台湾赖清德交给我处理就可以